只有云知道,这一回冯小刚真的老了 小编提醒,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多谢您点赞,欢迎您评论 注意,本文有剧透 对比以往冯小刚电影上映前的热闹剧,只有云知道低调许多,倒是和电影本身的基调挺符合 说起来,冯小刚导演可不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因此,这还真是件新鲜事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年纪大了,心肠软了,想拍一些简单的故事 就比如,他的挚友的真实爱情经历 起初,我听闻冯导的自白,观看本片的预告,心中不禁猜想 莫非,老炮打算在艺术风格上进行转型,准备走向反扑归真 张艺谋的长城营里,仍有挥之不去的团体操味道 陈凯歌的妖猫船还沉浸在华丽的宫廷幻想里 若是冯导愿意浮华散尽,找寻初心,倒不失为好事一桩 只有云知道海报,可看起来,事情并不是这样 只有云知道拥有一个文艺无比的片名,也犯了许多不怎么成功的文艺片的通病 那就是空洞,虚浮 电影的宣传语是纪念一段相濡以沫的爱情 大概是为了做到名副其实,本片打一开头,就呈现出一种用力过猛的态势 人物关系都还没搞清,观众都还没有进入状态,电影就忙不迭地开始煽情 主题曲,配乐,台词,轮番登场,唯恐坐在营院里的我们不能被感动 至于沐昕的诗歌,哎,这都9102年了,还在用这么几句连文艺青年都觉得腻歪的从前的日子慢呢 不过话说回来,本片确实慢,叙事节奏慢到何种程度呢 在观影过程中,我至少看了四五次时间 说实话,这样痛苦的观影经历,真是久违了 只有云知道剧照,必须要说明的是,不必将此归咎于影片的题材 取材于真实故事不是问题,叙事过程缺乏戏剧冲突不是问题 平平淡淡的艺术风格更不是问题,本片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和当下生活的疏离感上 撇开本片刻意打乱的时间线和倒序,插序的手法,罗云和隋东风的爱情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两人在奥克兰相识,相知,相爱,结婚,这一段的重要人物是林泰,两人转战克莱德 经营一家中餐馆,在一间幽静的大房子里共同生活,这一段的重要人物是麦琳达,两人返回奥克兰 罗云重病去世,应该说,这样的故事当然不是不能拍好 但本片从头到尾都像极了文艺青年口中面刀的诗于远方 在异国他乡租房子,就认识了一生所爱,去赌场赌了一把,就决定结婚,去克莱德开餐馆 立马生意兴隆,想看极光,立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总之,大家敢想而不敢做的事情,这对爱旅轻轻松松就完成了 只有云知道剧照,只是,在当地生活了这么多年,去看个鲸鱼,怎么就成了女主完不成的愿望了 这个本应成为影片情感最高潮的段落,反倒让人有些想不明白 既然是诗于远方,自然也就免去了现实生活里的种种烦恼 这倒不是说,罗云和隋东风的爱情故事里一定要有多少狗血,安排多少磨难 只是,有一些对当事人来说很浪漫,很温馨的细节,很难让身为局外人的观众感同身受 比方说,在床头挂一幅鲸鱼的广告,或者在许愿失去了可能伤害爱人的愿望 多多少少都让人感到女主有一点做 于是,本片像极了导演无时无刻不忘展示的一国风光,虽然美丽,但缺少灵魂 隋东风和罗云到底为何相爱,到底为何能做到相如以沫 难道只是因为两人的颜值都很高 我始终没有找到深刻,合理的人物行为动机 就像不久前上映的《大约在冬季》 当一部爱情电影难以解释男女主人公相爱的理由时 作品就会无法避免地转向空洞和虚浮 只有云知道剧照,空洞到何种程度呢? 影片许多情节,都可有可无 一位可能吸了毒的罪汉,在餐厅里大吃霸王餐 在遭到阻拦时差点拔枪相向 这让我差点以为,女主要在这里遭遇不测 结果呢,罗云,隋东风和麦琳达同时妥协 此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我不知道这个段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只是为了表现麦琳达和男女主人公的亲近关系吗? 或许,类似情节真的来源于故事原型 但他们带来的,绝不是真实生活的质感 其实,本片倒是一点也不缺少家具 徐帆饰演的林泰,在祝福一对新人成婚时 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怀念起故去的爱人 在我看来,这一段落反倒比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更动人 因为,他在经历人生的磨难之后,仍然愿意相信感情的真挚 愿意为一对年轻人的生活着想 冯小刚在《只有云》知道片场 冯小刚导演的功力,也没有退步 罗云坐在隋东风的自行车上 镜头没有拍摄他的表情 反而对准了他的腿 一些细微的动作,就表现了在两人之间流淌的情愫 在预告片中就出现的撒骨灰镜头 同样值得点赞 导演没有拍摄隋东风此时可能悲痛欲绝的表情 而是用一只手的慢动作把不舍 痛苦的心情展现的淋漓尽致 只可惜,冯导还是没想明白 拍一个简单的故事 不是要把渗透在其中的情感也简单化了 遥想几年前的冯小刚 还是一位不肯向生活低头的老炮 可如今的他,老态必谢 尤其是在本片缓慢至极的镜头语言里 衰老的一大特征,就是不再和生活死磕 用想开了进行自我安慰 可是,罗云和随东风的诗于远方,真的应该成为 冯小刚导演的艺术总结吗? 好在,本片当然不会是冯导的最后一部 但愿,本片不会成为老炮儿艺术生涯的转折点 不管拍得好拍得差,我还是认为 冯导不应该再将大把时间花费在此类影片上了 罗云和随东风的扮演者,杨彩玉和黄轩,总会让 让人不自觉地联想起芳华 这更像是一种隐喻 曾经令人唏嘘不已的激情岁月,真到了失于远方 也免不乐一天天平庸,无聊下去